4月底的时候呢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2018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亿人 比上年增加了184万人 增长0.6% 但是增长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 而且一下比上一年少增长了297万人 乡内就业和本地就业的人数呢 是1.15亿人 这个数据比上一年增加了103万 但是外出农民工当中进层打工的减少了204万人 从收入上来看 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最高达到了3955元 比上年增加了278元 增长7.6% 而在中部就业的月收入呢 是3568元 比上年增加了237元 增长是7.1% 在西部收入是3522元 比上年增长了172元 增长呢是5.1% 东北地区收入最低 增速也最慢 收入只有3298元 增长44元 增幅是1.4% 从这个课面也能看出 我国各地区经济差异仍然在拉大 总体上来看 外出就业农民工月均收入是4107元 增长是7.9% 本地就业呢 只有3340元 增长是5.3%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 显然外出就业要比本地干的更多呀 为啥进城的农民工还减少了呢 主要是生活成本不一样 在本地就业衣食住行都不怎么花钱了 所以最后大家一算账 发现外出打工越来越不划算了 另外呢 归属感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在这些进城的农民工当中 总体上看有38%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但是城市规模越大 农民工的归属感也就越低 在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当中 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仅为16.8%了 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 有一半的农民工家长反应 子女在入学和入园的过程之中 会遇到一些问题 最主要呢 就是费用过高负担不及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 据统计 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是22.4% 比上一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近5年呈现逐年的提高的趋势 一般而言 平均35岁会外出打工 而平均过了45岁就倾向于回老家了 再加上这几年技术升级 很多工厂呢 都用机器手臂替代了人工 连建筑行业也越来越多的机械化设备出现 所以这些上一代农民工技术力量已经跟不上了 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发达地区去返回乡里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农民工在发达地区城市撤离 比如经济地区的农民工 比上一年减少了27万人 在珠三角农民工减少了186万人 只有长三角农民工还在增加 北京人口流出是最为严重的 这是政策主动为之 希望北京的人口流向河北 带动经济系统发展 但是呢 这个愿望显然落空了 北京流出的农民工 根本就看不上河北和天津 他们全部都南下 进入了长三角 去了上海周边发展 而广东地区主要是广州和深圳 农民工流出 这与富士康这种企业 在其他的地方建立分厂有关 广东和深圳的制造业更新和换代的速度 也是最快的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意为之 现在这两大城市正在招揽高学历 高素质的人才 从而形成人力资本上的换血 目前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农民工大幅度的流出 但是广东的年轻人口还在持续的流入 说明人力换血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 而从广东退出的农民工 去了安徽四川和重庆 根据中台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2018年东南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数量 减少了185万人 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了9万人 而中西部则增加了378万人 呈现了孔雀西南非的特征 西部几个重要城市 首先就是陕西的西安 2018年西安全省常住人口流入 达到了11.9万人 其中西安净流入 其中西安就净流入将近32万人 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要是靠西安 与西安的人口落户政策 五次放宽有关 但目前这部分人并没有稳定的落户 只是飘载了弦 吸引来了这么多人口 能否真的留下 还要看后续的产业发展 其次成都和重庆也是人口流入 主要也是农民工回流 导致的人口上升 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很多都在这里形成 所以四川这个地区 未来会继续的人口回流趋势 原来去东南发达地区 打工的那些农民工 很多都要回来这个地方 综合来看 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已经开启 并且带动了人口大规模流动 未来全国的人口 将向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移动 高素质高学历人才 向东南寻找学会机会 而劳动力工人则向西南返乡就业 东北和华北的人口将持续流出 中部呢 基本完成对冲 高素质人才流冲 劳动力流入 未来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将集中在东南沿海 主要在广东 金融主要在上海和深圳 贸易中心在上海和广州 而科技创新中心在北京和深圳以及杭州 加工制造业向中部和西部继续移动 逐渐呢 会跟美国一样 蓝领城市和白领城市划分会越来越明显 城市特征强化之后 更容易吸引专业的人才加入 当然在人口流动和迁徙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城市得到加强 还会有一些城市彻底的没落 随着富有人群和高素质人才 以及年轻劳动力三类人群的离开 有些城市呢 最后只剩下老人和纯粹的穷人 还是那句话 一开始你是不想走的 但是最后恐怕也不得不走 主动离开 还有选择权利 被动离开呢 也就意味着从头开始 这不是危言耸听 就如同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一样 石油危机消灭了能源城市 日本崛起打击了美国的工业城市 次贷危机 更伤这些城市集体的沉沦 未来十年 中国必将有一场这样的大变局